欢迎回来日出年宗 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期 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挣扎 梦想跟现实可以兼顾吗 在宜兰有三位大男孩成立了打击乐团 因为买不起昂贵的乐器 于是他们把废弃物拿来再利用 敲打出节奏来 团长林志如从小就非常喜欢打击乐 在大学时代自己筹组乐团担任社长 本来大家都以为玩乐团应该是一种休闲娱乐吧 兴趣怎么能够当饭吃呢 没想到他还真的选择把乐团变成了一个正职 成立了重极现实打击乐团 这个名字的背后呢 其实也有深一层的含义 一般人讲到梦想都会果足不前 老姓觉得跟现实冲突 但是林志如觉得坚持追梦就能够战胜现实 因此取了这样的团名 勉励自己也来鼓励大家 来听听他们的梦想 是如何植地有生鼓舞人形 不只梯子发出整齐音符 废弃油桶也能当乐器 还有洗衣感也是好玩的节奏 让日常用品有了音乐新生命 简单俐落却不失精彩 震撼人心 就是觉得说心情有被那种 被跟着打起来的那种感觉 废弃的一些副品 然后来打出音乐 然后表演出来给人家看 我觉得非常棒 每当乐团演出前 彩排准备就是个浩大工程 叠高塑胶油桶 扛起大型铁桶 无法折叠的洗衣杆 这些全部要挤进一台车内载到现场 每周三的夜晚 空荡荡的地下室 就会传来一阵阵敲敲打打 5 6 7 8 再次 再次 5 6 7 8 拍打的音符并不是靠五线谱 而是来自生活中的各种节奏 6 7 8 新脚拍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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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只要想得到 音樂就垂手可得 當初因為買不起昂貴的樂器 團員們乾脆把生活用品 敲出不同的節奏 既環保又耐用 我們現在一開始都有試 那種一般的水桶 還是那種試驗商店買的那種垃圾桶 可是發現那種都很不耐用 它可能打兩三下就破了 那油漆桶它很好的一個功能 就是它比較不會壞掉 樂團誕生的推手 林志祖從小就有音樂夢 大學成立打擊樂社團 一路走來從未受過 正統科班的音樂教育 大學社工系畢業後 在夢想與現實之間 掙扎徘徊 因為家人強力反對 只希望它有份穩定工作 以前吵得比較兇 尤其是跟媽媽 因為跟媽媽比較常相處 對 那她的觀念跟想法 就是比較傳統和保守 但換個角度想 其實她也是為我好 可是希望說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對 那有時候實在是沒有辦法溝通 我覺得畢竟是兩個不同的邏輯 對 那妳講妳的 她講她的 可是她沒有做社工也很可惜 現在社工很缺 她又不專這個社工 不然我問這裡社務局是說有缺 我覺得很辛苦 她發展這個很辛苦 謝謝團長林志祖 阿倫 玩音樂不是一條賺錢的路 為了讓家人放心 熱愛演出的林志祖 當上國中代課老師 也努力考上街頭藝人執照 假日到觀光景點表演行動雕像 賺點外快 補貼收入 OK 一 二 三 天氣很熱 那因為我的服裝又剛好是 全身要包起來 所以有時候常會需要 就是補充大量的水分 因為這份堅持與毅力 爸媽從極力反對到漸漸支持 今年年初 樂團第一次公開演出時 林媽媽偷偷瞞著兒子到現場 在台下默默加油打氣 她怎麼那麼有膽量 站在眾人的面前 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跟我先生都不是走這個 她怎麼會走這一圖 其實我那時候不知道她已經來了 然後就是表演完 表演完之後才發現她 就是她默默地站在後面看 對 然後就很感動了 然後那時候有朋友幫我們拍照 對 喔 站在旁邊都快哭了 創團之路走得辛苦 他們卻樂於分享 樂團中的三個男孩 都是宜蘭在地人 多半參與當地的公益演出 有社福團體舉辦座談會 就會邀請他們去暖場炒熱氣氛 有時候到老人養護院 用音樂陪伴這些阿公阿嬤 回饋在地 也是為了藝人小時候的夢想 國中的那個作文裡面 那時候就是參加 學校作文展賽 然後那篇有得到佳作 就是有看在校刊上面 就寫鼓動人生 打鼓 對 那是希望說 就在那篇裡面就在想說 未來我一定要繼續 從事打鼓表演 想證明只要努力 興趣是可以當飯吃的 團園中也有人 完全沒有音樂底子 看不懂五線譜的阿哲 一開始連基本的節奏感 都沒有 練習時雙手不協調 速度跟不上 團長用最簡單的教學方式 耐心的把節奏唱出來 因為我們這個鼓 有一個就是鼓面跟鼓邊 那這個鼓面跟鼓邊 就是會用蹦 鼓邊就是嘎 蹦 嘎 嘎 嘎 這樣子去記 結果反正我就要記得 哪邊是打鼓邊 那就是嘎 打鼓邊就是蹦 對 用記 用嘗 哇 魚很大 魚很大 來 這邊 拖鞋在這邊換就好了 這邊 27歲的陳彥哲 原本是三家民宿的主人 平日他會親自接待客人 經營民宿裡的大小事 儘管這天親盆大雨 代客依舊充滿熱忱 對他來說 夢想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 當初會加入樂團 是想都沒想過的緣分 好像很多人一樣 結果我去的時候被騙了 我想說人很多 那我去的時候應該 就算沒有興趣 我也應該可以溜走吧 對 可是我去的時候 我是第四個人 所以前面只有三個人 所以我要溜太明顯了 所以我就變成 就是硬著頭皮溜下來練 沒料到不會打鼓 也能站上舞台 一開始抱著好奇好玩的心態 到現在是真正愛上音樂 白天忙著打理民宿工作 夜晚的團練時間 就成了他工作之餘 釋放壓力的最好方式 而自家的民宿 也成了陳彥哲的宣傳舞台 媽媽說沒有掌聲 表演不會開始 追求夢想 不分年齡 團員當中年紀最小的 是十三歲的國中生黃志玄 別看他外表青澀 搭起鼓來氣勢可不輸人 加上他學過中國鼓 音樂 節奏 力道對他來說 應該是輕而易舉 但是遇到塑膠油桶 要當成鼓來打 反而讓他花了好大一番功夫 這種鼓要靠大力或小力 才能打出不同的變化節奏 然後之前那種鼓是 每一顆音都不一樣 然後可以分開打 全部一樣的塑膠酮得靠不同力道 才能打出輕重與高低 做各種音階變化 但這其實並不是最辛苦的 柯難的環境才是一大考驗 大夥們必須擠在小小的練團室 沒有空調 電風扇 還要忍受地下室的發霉潮濕 空氣不流通 一開始來的時候 就覺得這很像回收場 就是很亂 然後空氣又不太好 就不想 有時候就不太想來團宴 像這個上面還有棕乳石 棕乳石 因為太潮濕了 那在這邊其實悶悶的 又因為沒有穩定收入 樂團也面臨重重困難 包括招募團員 時間的取捨 經費短缺 但大家依然同心協力 想辦法解決問題 熱情讓他們始終沒有放棄 現實是鞭策夢想的動力 每一次打完真的是 觀眾有尖叫 有掌聲的時候 那個心裡面的感覺 真的就是一個字 很爽的這樣 音樂改變一切的力量 他們三個人來自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行業 唯一的共通點是 他們有偉大的目標 等待一起完成的夢想 這個樂團的成立 希望讓宜蘭相親 聽到在地好聲音 也想告訴大家 追求夢想是一條遙遠的路 只要願意走出去 就不會只是原地踏步 休息一下我們繼續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同樣是環保藝術 這位藝術家用紙箱做出鋼鐵人 連鋼鐵人的本尊小勞伯道尼都說讚 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 應該是一條遙遠的運用 也請問那一條遙遠的路 並不是在路上有說嗎 但是我們在路上